他就是灯平闪 就闪烁的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跟那个店铺的老板说了一下 然后他到28号的时候上门给我维修了一下 维修期间呢 他就把灯拿下来 放在我一个懒人沙发椅上 放到沙发椅上之后呢 然后等到师傅走了 我打扫好尾声之后 晚上的时候我女儿就跳到沙发椅上去玩 然后不小心被上面的就是灯上的水晶碎片 把腿部给割伤了 然后缝了三针 李女士介绍 女儿膝盖被划出血后 她在家里的懒人不易沙发上 发现了一小块水晶碎片 碎片的边缘很锋利 这到儿院的医生检查后 发现孩子左膝可见裂伤长约1.5厘米 医生的诊断是皮肤裂伤 李女士拍的照片显示 她女儿左膝的伤口又细又长 医疗费大概花了500多 现在好了变严重了吧 现在反正她的腿部是不能回弯 因为正好是在这个转弯的地方嘛 她就是她上厕所的时候蹲下的时候都蹲不下的 有没有伤到筋 筋是没有的 就是表皮伤 然后是很深的 医生说就是你用最好的去疤膏 她这个伤口的疤痕也不会去掉的 这样的 对 有多长的疤 大概这么长吧 两厘米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我现在诉求就是要求她对我进行赔偿 不是这么长 是这么长 嗯 嗯 李女士六岁的女儿很活泼 在旁边还插了一句嘴 小姑娘左膝盖上包着纱布和绷带 走起路来 左膝不能弯曲 只能一拳一拐的 李女士说 女儿很喜欢跳舞 但估计得有好一阵子没法跳舞了 李女士介绍 水晶灯是在杭州灯具市场的这家店里买的 当时一共买了好几盏灯 花了将近9000块钱 惹祸的就是这款 锡顶水晶灯 当时装好之后呢 可能上面玻璃渣渣掉到沙发上面 确实是掉下去 对掉到沙发上面 但是咱们是不是要清理一下卫生呢 对不对 嗯 我们也愿意解决啊 那你们师傅当时有没有发现渣渣掉上去了 他有发现了肯定是弄好的呀 但是没发现 对呀 有渣渣是所以然后是工厂的时候 当时安装的时候有可能有点凤状 有可能会脱落 对 这样的 对 就是目前你们是承认那个渣渣是 确实是你们不小心掉上去的 不是说我们不小心掉上去的 安装的时候会有垃圾的 都会要搞卫生来 会有垃圾的 然后你最起码你要保证 你家里是干净的 对吧 你说然后这个上谁的责任 然后应该是说不清楚 我当时装好的时候我说我帮你打扫一下 我说不用啊 你们走吧 我自己打扫 当时是这位刑师傅上门进行售后的 刑师傅跟老板娘刑女士长得很像 记者一问是姐弟俩 男客户呢 他家老公嘛就说 你们不用搞了 这个为什么我来打扫 这样呢 那你那个灯当时是放在哪个位置 当时我说找一块布放在地上放 然后他说就放在那个懒人椅上没事的 哦 可以我说吗 本来如果当时铺一层布 可能就对没这个事情 对 那你说 当时那个碎片呢 就是地上所有的维生 我们都全部都打扫了 而且擦了 用吸纹器吸了 但是师傅没有任何提醒说 你们小心一下 这个上面会有这个水晶碎片会落下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水晶 这样一个好的水晶灯 会有水晶碎片落在上面 而且它是非常小非常小 非常透明的一个水晶碎片 肉眼根本就看不清的 上门维修的行师傅说 当时自己的服务态度很好 客户的态度也很客气 他认为这纯粹就是一个意外 李女士的诉求是赔偿一万元 她还很担心女儿膝盖上的伤疤 能不能去掉 店家的余老板表示 她可以买几百元的水果上门慰问 但要自己赔偿一万元的话 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因为双方差距太大 没能达成一致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